在民國39年我們老蔣總統來台灣之後 大概在50年的時候做過一次人口普查 民國50年的時候做過 50年前後做過一次人口普查 這個人口普查他又請老師、警察、公務人員去全國性的人口普查 普查完以後做的調查資料顯示 信仰伊斯蘭的回民將近有五萬五萬六不到六萬 五十年前 然後裡面有百分之五十五在部隊裡面 因為就是這麼調查結果就是這樣 在部隊裡面百分之四十五在民間 好 那麼這百分之五十五大概將近兩萬多人 過了五十年以後 因為你曉得在軍人是不能天天回家的 一個月就是那麼幾天假回家 所以他不管在大陸是不是已經結婚了還是沒結婚 他反正來台灣都是單身 所以在這邊再娶的不管是新娶的再娶的 他們沒有辦法經常回家 所以這個伊斯蘭的教育就沒有延續 所以這個百分之五十五過了五十年到今天以後 如果留下來的子女確認自己是信仰伊斯蘭的穆斯林 不到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這麼少啊 你現在想吧 如果百五萬五千人的百分之五十五大概是兩萬七千五 千分之一大概只有二十七戶 因為兩萬七千五人等於是兩萬七千五百戶啊 不到二十七戶或者是三十戶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回家去教導一次 所以孩子們有的時候 爸爸年紀大了或者是過世了 送到清真寺來來清真寺禮拜 我陪我爸爸來我爸爸是穆斯林 他不否認也不承認他一定是穆斯林 這是因為沒有教育嘛 這是沒有教育的原因 其次在於台灣是一個沒有資源的一個領土 所以台灣的這個這麼多年來 大家都兢兢業業在求生存 然後呢也很競爭 小的時候呢大家都在家裡做手工藝品 大了以後這個不管今天是電子業 軟體硬體這些的都很競爭 甚至小朋友現在小學上課還要去課服班 安清班 所以這個教育在這裡面 你要能夠讓他的家長有認知說 這個教育是一定要去學的 在這麼競爭環境之下 你還是被排擠到變成學習的時間很少 那麼很明顯任何一個行業科技或者是文化文創 你對一個東西的知識不夠 你怎麼能夠傳承呢 怎麼能夠把它掌握呢 再傳承 伊斯蘭也是一樣的 所以呢在那個部隊裡面 大概很少數的 是在他的後代還很堅定的認為 我是不是民 那麼在民間呢有過世的有移民海外的 但是同時也有大概最近這二三十年 從泰國緬甸歸回來的華僑 台灣在民國八十七十幾年開始 不管是股票啊 新興向榮啦 或者是電子業開始產業好啦 那個時候真的叫前焉角木 所以泰國緬甸那些什麼 中南半島的華僑都慢慢慢慢都往回來 不是只有那邊 包括菲律賓華僑都回來了台灣了 落戶嗎 你是說 落戶啊 所以他們一落戶裡面也有穆斯林啊 也有信仰伊斯蘭的穆斯林 所以大概也就是這兩萬多人 有人過世有人移民也有人進來 就還是維持兩萬多再在兩萬三十 所以數字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只不過政府在十二年前 十五年前開放外籍勞工 所以大家不管是從泰國也找 菲律賓也找印度、印尼也找 慢慢發現喜歡找印尼的原因是 他們有一個特色 比較不會很硬 那伊斯蘭其實在一個比較是一個整個國度是伊斯蘭的國家 比較能夠顯現這個伊斯蘭的一個精神一個傳承 他是強調是要服從 伊斯蘭這個字 你去查阿拉伯文它就是服從的意思 伊斯蘭這個字 是和平的意思 那麼至於美國、中東、什麼這些 我其實簡單兩句話把它做一個個人的結論 就是西方國家只看我有沒有利益要做什麼事 我在那邊要打仗 我一定有一個我的目的 是對我有利的 不是因為你宗教信仰 你什麼聖戰 你要來攻打我美國 不是 所以在民國五十幾年六十年的時候 伊朗就有政變嘛 巴勒維變成和美尼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支持的人 就是盡量篩錢給那些頭 等到大家發現這些頭 穿金帶銀 大家就要推翻它嘛 前幾年不是那個埃及穆巴拉克 他的身價不知道是上千億啊 美國的補助都在他口袋裡啊 那美國在裡面取得什麼利益 那是只有美國自己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他們只是為利益而為 等到在你身上沒有利益了 他就要把你 你要反對他就把你幹掉 譬如說賓拉登 賓拉登也是美國中央警報局訓練出來的 真的啊 你們不知道啊 不好意思 我這個公民記者不是真正的記者 賓拉登以前是 美國在伊拉克跟伊朗戰爭裡面 是幫美國 等到他慢慢發現 美國人只重視他自己利益的時候 第一個跳起來反美國 跟他真是阿拉伯人 殺不掉阿拉伯人 幹嘛跑到阿富汗去那邊吃苦受難啊 他知道美國 太壞了 就是利益嘛 你說為自己的利益而活 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太現實了 他打伊拉克他就造了一個謊 他有毁滅性武器 打完了一個什麼都沒有 那他還是在裡面 該把那個海山這個皇宮裡面的美金 拿走都拿走 是不是 他在那邊也太多暴行啊 他沒有給伊拉克最後帶來和平嘛 那不和平對他來講是有利益的嘛 所以你要把政治利益跟宗教放在一起 放不在一起 就這麼回事 好吧 那麼在我們的信仰裡面 雖然我們強調要念經 要禮拜 要齋戒 要出那個 那個 多餘的錢的那個 它不叫捐款是必須要拿出來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炒檢 所以這是我們的功課